商场的创业老司机关注我每天分享一点财富干货让你的人生少做完路 圈个有用房子 十年以后房子真的会便宜如葱吗 曹德旺说出了真相 曹德旺曾经就说过没钱人现在买不起房 那未来一样买不起房 而有钱人现在手里都有几套的房 那最后房子就只能变成有钱人卖给有钱人的游戏了 但是呢有钱人手里又都有几套房 房子最后卖给谁呢 曹德旺更是建议自己的妹妹把多余的房子卖掉 那防止在未来房子出现租不掉又卖不掉的情况 他认为房价下降是大势所趋 曹德旺说的不无道理 那是因为房子是用来住的 刚需就这么多 那房地产在不断的建设新房子 当房子出现更大于求的时候 那房价下降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那当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说 未来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会稳 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会涨 那因为未来人口在哪里 房价就在哪里 那综上所述 未来房价降价是有可能的 但是想要让房子便宜如葱 那不知道还要等上多少年 那么我们现在到底适不适合买房呢 还是要等到房价便宜如葱的时候再来买呢 那在此 我用发生在我身边三个人买房的真实案例 来告诉大家 当下人们到底该不该买房 第一个真实案例 我朋友小王在河南一个三四线城市 去年贷款买了一套价值一百来万元的房子 那当时周边的房价都是过万元每平方米 而自己这个小区房价当时只有七千六百多元一平米 那小王还以为自己捡了漏 是高兴不已 可是当自己越贡了一年多时间 还没有住进新房子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这个小区的房价就已经降到了四千七百多元一平米 那啥也没有干 就净亏了三十多万元 小王心生不满的和我说 这找谁去说理去啊 早知道就不该买房了 第二个真实案例 我朋友小李18年前在广东东莞这样的一个二线城市 当时就花了13万元买了一套98平方米的小三房 那现在这个房子的房价已经涨到了两万多一平方米了 那可以这样说 小李18年前买的这套房可是赚大了 但是呢 小李却说 虽然说自己的这套房子现在价值两百多万元 但是这也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因为自己生活在东莞 这套房子也是不可能卖掉的 那如果卖掉的话 接下来自己会更加的买不起房子 那因为自己这套房子现在已经变成了老区房 那其他新开发小区的房价都比自己房子的房价要高出很多 他说 虽然房子是赚钱了 但是这只能看不能吃 第三个真实案例 我朋友小张在广东一线城市深圳 三年前首付一百万元 贷款两百万元买了一套房子 小张说 自从自己买了这套房子以后 生活是压力山大 按说自己两夫妻收入加在一起差不多有五万元 收入并不算低 但是除去孩子的学费 房子的月供 老人的赡养 以及家庭的开支以外 日子过得并不算富裕 用小张自己的话说 那就是无非在深圳买了一套房子 方便了自己的工作而已 但是长期背负房贷的压力 让自己的生活质量是大大的下降了 那小张啊 觉得是有点不太值得 通过以上这三个真实案例 我们不难看出 如果我们真的是刚需 还真的没有必要到大城市去买一个高价房 那因为长得再高 我们也不会卖掉 那何必让房子来影响自己一辈子的生活质量呢 那其次 至于要不要在小城市去买房 那就要看我们的生活需求了 那如果我们是刚需 又等不到房价便宜如葱的那一天 早买早享受 也不见得就是一件坏事 那如果一直在纠结 房子到底是涨还是跌 要不要买的情况之下 从而错过了人生该享受的大好莲华 那这样也是得不偿失的一件事 未来的房子 我相信更多的会倾向于消费品 而不是投资品 理性消费 理性买房 我相信这才是大势所趋 十年以后 房子真的会便宜如葱吗 那曹德旺说出了真相 那就是房价下降 是大势所趋 那对此你又会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